大家好,我是芷新,歡迎收聽安博足球快訊 星期六早上,美洲杯分組賽繼續有精彩賽事上演 屆時身處A組的阿根廷將會迎戰今屆賽事首度兩上的烏拉圭 雙方面過去三場球也未能贏,狀態和士氣雙差無幾 但考慮到阿根廷之前四次與烏拉圭交手錄得兩勝兩和不敗成績 這場球相遇,阿根廷值得體高一線 阿根廷是南美足壇數一數二的頂尖球隊 在歷史上,他們一共14次成為美洲杯冠軍 也是奪冠次數第二多的球隊,僅次於今場球的對手烏拉圭 不過球隊對上一次的蓬佩已經要追溯到90年代 可以看到球隊近年的不景氣 其實阿根廷過去幾屆美洲杯的表現並不差 近六屆的賽事有四屆能夠實合去決賽 但很可惜,這座全國上下也很盼望的冠軍獎盃 阿根廷遲遲未能再次收入去廊中 今屆的美洲杯,阿根廷依舊是派出最強的陣容 頭號球星美斯領銜 配合有拿達路馬天尼斯、迪馬利亞和阿古魯等等名將 也有隨隊出征 不過風扇的聲光嗚嗚相比 球隊的中後場聲光也要暗淡不少 雖然說有盧斯素、帕利迪斯和迪寶羅這些五大聯賽的主力球員坐鎮 但除了他們幾個之外 其餘的成員大部分都是來自五大聯賽中中游球隊或南美洲球隊 麥芬組賽第一場球 阿根廷和老冤家智利也展開對決 雖然場面上佔據絕對的優勢 射門比更加達到懸殊的18比5 但如此大優勢也未能為球隊帶來更多入球 最終阿根廷和智利1比1打成平手 值得一提的是 今場比賽罰球破門的美斯 就此成為了阿根廷對史正賽的射手王 與此同時也是現役直接罰球破門次數最多的球員 但要在美洲杯裏走得更遠 也要期待著這個獎盃收入狼中 其餘的球員需要做得更多 畢竟場場都依靠美斯罰球得分 亦是不現實的 與阿根廷相似 烏拉貴陣中同樣擁有一位超班的球員 他就是蘇瓦雷斯 這把風扇的尖刀 目前已為國家隊上陣118次 攻入63個入球 亦送出35次的助攻 是烏拉貴對史中最佳的射手 相信將蘇瓦雷斯 稱為烏拉貴的傳奇人物也不為過 除此之外 蘇瓦雷斯亦為馬體會重奪西甲冠軍 立下漢馬功勞 全季下來交出21個入球 加上3次助攻的成績單 回回烏拉貴今屆美洲杯出征的名單 陣中亦有不少效力在五大聯賽球會的球員 除了蘇瓦雷斯之外 前場還有他的老搭檔卡雲尼 以及上一季在華倫西亞有不錯表現的 墨斯高美斯 中場亦有維仙奴 華維迪 賓坦古亞 托雷拉等等的球員壓陣 後方先由老大哥哥丁去領銜 足以看到烏拉貴的陣容豪華程度 並不下於阿根廷 但由於疫情的原因 受邀參賽的澳洲和卡塔爾 最終也未能順利負躍 所以烏拉貴首輪也是輪胸 今場的比賽才是他們美洲杯第一場比賽 球隊上下自然上一場贏球 為今屆美洲杯之旅展開一個好的開頭 但考慮到烏拉貴之前四次和阿根廷也未贏過球 加上自己球隊 過去三場的賽事表現也未及預期 烏拉貴今場的前景都不被看好 多謝大家收聽 我們是安撥足球快訊 記得讚和分享影片到Facebook 和其他社交媒體 拜拜